老嘎的 在家没啊 老嘎的 这谁 干啥玩意呢 哎 妈 那个人冒出来的呢 不是 咱俩都离婚了 你还上我家来干啥呀 哎呦 我的妈 瞅你说的话说的 离婚我就不能来了 这天死冷的 进屋说呗 走走走走 这家伙的 还挺自来手的 一点都不客气 说吧 找我啥事 我这不心思看你这两天 生活过得挺好嘛 来瞅瞅你嘞 不是 我生活过得好不好 跟你有啥关系啊 那咋没关系呢 咱俩不好歹夫妻一场的嘛 哎 对了 我听咱村里人说 上上天你捡了块石头 你这咋得消一下得这么快呢 那是 我是咱村小灵童 啥事我不知道啊 哎 那个经那个鉴定没呀 鉴定了 人给你出多少钱呢 给我五十万 把我一行 我没卖 哎呦妈呀 幸亏你没卖呀 我跟你说 人家既然能上岗给五十万 我跟你说 这石头指定不值五十万 你可别卖赔了我 说的就是这个呢 我就合胶 这个石头最低的 也得资一百万 值一百万呢 哎呀 为啥呀 那你这一下不发了吗 这不是啊 那你也算是这个 百万富翁呢 你说既然你都是百万富翁了 为什麽再找一个呀 这两千这不挑呢嘛 这没人啥 这天天的 领这个来 领那个一个来 天天 手扒张挑呢 总所谓一日夫妻一百人 百日夫妻四海深 那夫妻还是远配的好啊 那你这挑他们的 能给你过场了吗 不都得被你前来呀 那玩意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说的就是呢 你要我们愣的呗 你得考虑考虑我呗 那个 完咱俩就复婚就完了呗 那何其万别 你要给我俩复婚呢 你拐这么大碗呢 复不了 长言输得好 那个 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你前面草不好 你不得回头闯两口啊 你要这么老的话 我不给你俩敬 我跟你说老嘎的 只要咱俩复婚以后啊 我呢啥都听你的 你让我往东我不往西 你让我黏狗 我只得付你急 这觉悟上来了 行 那做饭去吧 你先别做饭的 天天没黑 民政局没关门 咱俩赶紧走啊 领政复婚见 那我不得先试两天吗 那我先做饭去啊 哎呦 感谢李寡妇给我处理的寸刀 哎呦 哪来的石头我来说 哈哈哈哈